四位高中棒球隊日前勇奪全國高中軟式棒球聯賽冠軍 為花蓮爭光也為孝時寫下輝煌紀錄 吉安鄉長尤淑貞也特別吸手在立企業捐贈棒球發球機 還有運動健身設施 透過實際行動大力支持運動發展工作 也提供體育選手更專業的訓練設備 繼續可以為花蓮爭取更多榮耀 為了透過實際行動支持花蓮體育教育發展工作 吉安鄉長尤淑貞在日前特別吸手銳塵塑膠有限公司董事長蘇怡萍 希望四位高中捐贈棒球發球機及相關運動健身器材 發球機對我們來說在訓練上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不管是守備或是打擊 守備的方面那我們就可以人力會比較少一點 就是我們的訓練方式可以更多元化 譬如說普手的訓練可以利用發球機 外野高飛球的訓練可以使用發球機 那打擊的部分發球機因為他球速一定他會比人頭的還要快 因為他有速度的那個上面的優勢 那這樣對我們打擊一定有幫助 四位高中棒球隊日前勇奪全國高中軟石棒球聯賽冠軍 除了為華蓮爭光更為孝士寫下輝煌紀錄 隊員們為了感謝鄉長及企業的贊助 特別送上手寫卡片表達感謝 提供了非常好的相關的棒球訓練設備 這給孩子更是打了一針強心劑 那我覺得今天這些孩子的努力 有被這樣子我們鄉長這樣子滿滿的愛心 這樣子鼓勵著然後支持著 我相信我們四位高中放球隊在未來會好 還會再更好 也看到很多孩子來自於吉安化人國中延伸到高中 我們希望教育的傳承能夠帶給孩子最高的能量 今天帶來的發球機希望未來大家在這個技術上面 能夠更加的這樣的突破運動器材 希望孩子每一個都能夠做好最充滿的挑戰 跟信心還有最大的體能 我們希望四位高中孩子 繼續為我們爭取最高的榮耀加油 鄉長由淑貞表示 為了鼓勵全民動起來 吉安鄉積極推展樂活運動風氣 每年更會舉辦千人樂活健走 運動挨臺灣社區有氧運動等活動 並打造多處私心運動的大小公園空間 優化環鄉自行車道等等 全面性建構愛運動的風氣 鼓勵全民動一動 健康幸福好生活 記者 許立芹 華聯市報導